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我们要介绍的是 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的简定的问题 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的简定 其实有两种状况 一种就是小样本的情况 所谓小样本就是说 我们这个资料的数量 低于30的时候 那么我们称为小样本 那么当这种问题 我们就要使用的是 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的 临界值的一个表 那么我们需要去查表 在这个地方 我们这边已经把这个表的话 都已经做好了以后 那么各位同学看到这个网址 也可以上去下载 现在的话我们讨论大样本的情况 如果说我们的样本数超过30以上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的是Z减定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常态分配的方法来做 那么这个地方来说 RS就是指的是Spearman的等级相关系数 我们可以使用的是正负Z除以根号N减E 那么这个部分来说其实也可以证明的 那么现在我来介绍一个小样本的一个题目 让各位同学来看看怎么做 题目是说 有10个学生进行了一个考试 那么这边有个表 它记录的是什么呢 是说时间 它花的时间 底下花了很多的时间的 也花很少的时间 得到的成绩 它是不是一个相关 我们有给了一个显著水准 0.05 那么它限制我们使用的是 Spearman的等级相关检定法 那么检定什么呢 时间跟成绩相关性到底是不是明确 好 那我们就开始来算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Spearman的 这个等级相关的系数先找出来 那当然我们这个地方一样 我们要把等级的列出来 从时间来看 这个最小的是1 我们从最小的开始着手 这边1 然后再来 这边就2 再过来 3 再过来 这边 跑到这边来了 4 再来高一点的话呢 是5 再来就是6 再过来呢 7 8 9 10 因为这些样本啊 并不多 所以我们用看的 可以看得出来 当然如果说 资料太多的话呢 那我们当然用软体来做 或至少也要用Excel来做排序的动作 成绩的部分 我们来看 最低分是几分 20分 再过来呢 再高一点 32分 没有30多分的了 来看40以上的是 这个 3 现在来看 不及格的 还有 这个 4 好 再往上 就是60多分的 5 60多分的 完了以后 70几分的 70 再来的话 就是76了 再过来 就是88分 这个是 9 这个最高分 10 那么现在 我们直接来计算 他们的 相差的平方 这个其实 就为了空间 起见 我们可以直接 相减之后平方 DI的平方 就直接算 两个相差 1的平方 还是1 这边平方 没有了 这个呢 0 这个也是0 这个 0 这个1 1的平方 这负1的平方 还是1 这边也是1 这个也是1 这个是0 这个是0 从这些数字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感觉 什么感觉呢 非常的契合 这个数字 越小 其实我们的相关性 应该会比较高 好 那我们继续算下去 RS的话呢 这个是我们的公式 当然 我们后面会证明 DI的平方 我们算一下 1 2 3 4 有4个 N 有10个 所以上面是24 下面是 990 算出来的话呢 这是 很高 0.976 但是不论高 还是不高 我们既然是要做 检定的工作 当然 我们的虚无假设 就要列出来 来 我们列在这边好了 虚无假设是H0 H0是代表的是 这个是Row 指的是母体的 这个Spear们的 等级相关的系数 等于0 等于0 代表是 不相关 不等于0 是相关 好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因为它是 N是几 十位 是小样本 小样本 我们就把这个 Spear们的 这个 Critical的 资料 把它叫出来 这个是Spear们的 这个 临界值 重要的是说 这边的话呢 这个临界值的 这个资料 都是以双尾 来计算 好 那既然是双尾 那这边的 显著水准 是0.05 我们就查 0.05 的这个位置 那么 N是几呢 N是十 那我们这个资料 就是0.648 那么我们来看 这个0.976 已经高过 0.648 很肯定的说 这个是够大了 够大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的是 拒绝H0 不会是没相关 我们要拒绝H0 代表的是 这个准备的时间 跟成绩相不相关呢 非常的相关 因为的话呢 我们这个检定 也得到了一个 相对的一个 非常强烈的结果 那么这个题目的 做法 就是所谓的小样本 现在我来介绍的是 Spearman等级相关的 检定的大样本 怎么做 那么一样的题目 我们把它改一下 改成多少呢 50位 50位 那就是大样本了 那么现在 我们做了一个记录 记录 当然我们不没有办法说 叫同学一个一个 去算50笔资料 那样的排等级的话 会非常的辛苦 那么我们就先 给各位同学答案 Spearman的等级的 相关系数是0.5 那么来做检定 检定什么呢 成绩跟准备的时间 是否相关 那么这个题目 资料已经有了 那么我们就先把这个 虚无假设 以及对立假设 先列出来 虚无假设 零 这代表什么 不相关 不等于0 相关 那么这个题目 是一个双维检定 那么没有关系 我们就直接 使用的是 RS 是等于0.5 来做这个 参考的资料 然后 把这个统计量 先列出来 这边的统计量 是什么呢 Z 大样本使用Z RS 减掉 0 0是什么 这个 再过来 底下是根号 N减一分之一 这个我们提醒同学 这个也是可以证明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标准差 当N很大的时候 它会倾向于 常态 好 那么我们继续把这个资料 先列进去 RS 我们算出来是多少呢 0.5 我们把它带进去 这边的话呢 N是50 也带进去 50减一 49 49分之一 我们这边就是7分之一 因为它是分母的分母 那就是分子了 所以是 算一下 0.5 把它翻上去就变7了 75 35 3.5 各位同学 这是什么 双维检定 α是多少呢 0.05 这是我们刚刚题目已经说过的 0.05 那林介石 大家应该很熟了 就是正负的1.96 这个3.5 远远的大于1.96 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是结论显著 结论显著 也就是什么呢 准备的时间 跟得到的成绩 有明显的相关 也就是说 我们拒绝H0 我们接受了这个 H1 这两个是 不能说它没相关 它是应该是很显著的 是有相关的 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的是 Spearman相关系数的 检定的方法 那么我们在这里 再回顾一下 两个状况 第一个状况 小样本 没有超过30的时候 我们用林介石来处理 用查表的方式来做 假如说是大样本 也就是说 30以上 那么我们就直接用的是 Z来检定 这个Z 就是RS乘上根号 N-1 刚刚我们使用的是 N-1 开根号分之一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 直接移上来 这就是我们的统计量 Z